都油膜啦 跟著就脫了我的褲子 我是沒有穿底衣 包括底褲啦 所以它一脫掉 都沒有了 那些東西 所以它就很方便 歡迎身體講男講女 Hi 好 那麼大個女兒有沒有試過被人騙蝦條 或者懷疑被人騙蝦條 為何輕人散的問題越來越深 我開始不懂 招架不住 我隨便問而已 我想著 嘩 原來是會問到你的 其實反過來問 男生會不會被人騙蝦條 當然會啦 都會的 那我應該反過來問 你有沒有試過騙人蝦條 想的 哈哈哈哈 我現在就懂得回答 因為我知道自己是想還是不想 我怎麼知道別人是想還是不想 因為你很難會知道 騙蝦條是另一個概念 我騙你入局的 即是男生會說他照顧完一次就走 是呀 這些叫騙蝦條 你還想著別人想還是不想 你還在想著這麼多顧慮 那你就不是騙蝦條的材料啦 我不知道 哈哈 這次呢 莉莉 她就懷疑被人騙蝦條 我們聽聽她被騙蝦條的故事 懷疑 她這樣說 她說的 過程是怎樣發生 好 莉莉 莉莉在這裡 Hello 你好 嗨 莉莉 你好 那你這個故事是怎樣的 為什麼會 你會覺得懷疑是被人騙呢 來龍去蜜 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我就有一個暗戀的男生 是我大學同學來的 那我現在正在讀大學 快畢業的了 但是那個男生呢 其實是有女朋友在隔離學校 那其實我就不算是很熟啦 跟她 有一次我看她的IG 就發現她好像不開心 平時我都有看她的IG 似乎呢 她就很不開心啦 就是好像是跟她的女朋友吵架 或者是生氣了她 我就跟她這個男生不是很熟 但是就是在活動上都會見過一下 所以大家都有交換IG 那我就膽粗粗給她的IG 問她會不會來我家喝酒 那我只是試一下而已 但是想不到她真的一口答應了我 那我就交換了電話 然後給她的地址 那來到她就已經不停在這裡喝了 就好像真的很不開心 那我就開了電視 然後就跑去洗澡 不過其實我真的不是故意說她來洗澡 就好像有點勾引 因為我也是有這個習慣 就是覺得回家第一件事就要先洗澡 因為不知道會不會被人髒話有困難 所以就先洗澡 然後沖完澡出來的時候 我就在想 到底怎樣出場好呢 就好像一個演員怎樣去出現 那我就當時一個很大膽的想法 不穿內衣 就是沒有戴衣服的那些 那就是因為我其實身材都算不錯的 那沒有戴衣服呢 就一定很明顯就出了兩點出來的 不過呢 我又有點害羞 又沒有試過這樣 所以開放得來有點內斂 那就是我就穿了一件比較深色的衣服 出到來呢 我就看到她是很快已經看到無大日花 就是經常看著我的胸 我看到她偶爾都會偷望的 那自從我洗澡出來之後呢 她對我的態度就明顯不同了 就是多了些肢體接觸 例如她繼續喝酒 我坐在沙發裡在她旁邊 那她又會拿罐啤酒給我 幫我開蓋子給我 然後就很順滯地 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然後就一直沒有拿開那隻手 然後我就試探一下她 我就躲在她身上 近一點點 然後她就很快地抱著我 還用什麼試探呢 我們先讓她說完 我們先讓她說完 你繼續 那靠近一點就很快 接著就放在我那裡 那我覺得她也很想的 然後也有摸 然後就脫了我的褲 那我是沒有穿底衣 包括底褲 那所以她一脫 那其實就沒有了 那些東西 所以她就很方便 然後她就進去了 然後很快完結之後 其實大家沒有什麼 然後聊天 那她就很快離開了 即是她進來之前 我想問她 你是不是真的 真心的 即是會不會負責任呢 那她說會的那一刻 那問題要很清晰的 你就是這樣問她 是不是真的假 還是你會不會負責的 是啊 你要問 是啊 你當時的完整句子是什麼 是啊 問題是什麼 我問她是不是對我是真的 她是不是真心喜歡我 我覺得又有點難的 剛才你也說 你們的熟悉程度 剛剛我給你一個IG 是啊 是啊 現在我去了你家 你還要這麼大段時間 還是丟下我一個自己喝酒 洗完澡之後 我告訴你我真心喜歡你 你也不會相信 傻豬 然後呢 好了 她真的告訴你 是啊 我喜歡你 你不要再問了 我是喜歡你 因為我真的喜歡她 所以回到她身上 我都會相信她 可能大家都是沒有什麼交流 但她都是喜歡我的 她都有留意我的 即是什麼驅使到 你會找你朋友去說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接著又見她 沒有再找我 即是很冷淡的 所以就跟我朋友說 都有建議我 不如直接找她 我又問她 其實你是不是騙我的 然後她反而說回我 是不是我騙她 故意撤局 叫她上來我家 即是好像陷害她 陷害她 陷害未知 即是現在我吃虧 但她說我 她說她吃虧 加下我吃虧 是啊 即是好像惡人才告狀 我說她是她說回我 但是你呢 唉呀 這個男生說你撤局 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他不是無理的 他可以 即是大條道理這樣說 對呀 邀請是你邀請我 對呀 你開了綠燈 又這樣說 你給予人家 所以我覺得開綠燈這個比喻 都不夠 你直接招手叫我來 你是送羊入虎口 另外還有一句更狠 引清兵入關 引清兵入關 哈哈哈 喂 你邀請我說去你家喝酒 你又開了綠燈 這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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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你主動去問她 你來不來我家喝酒 第二 你來到了 那你去了洗澡 那OK 你剛才就說你的洗澡不是故意的 OK 我就收回 你的洗澡不是故意的 我看到你洗澡那一刻 你是有想過 你有思考過 喔 在這個位置的情況下 其實 你是真的 預了要有事發生的 是你預了想有事發生 但是我邀請她 邀請她來我家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而是 去到我洗澡那一刻 我才想 其實我沒有想去陷害她 沒有設局 他不會知道的 你 他不會知道 你的心路歷程是洗澡那一刻才開始 他就會覺得 你去洗澡的那一刻 或者是原來你約我上來那一刻 你已經是一個 所謂的設計 或者是有預謀 甚至 甚至 難聽些 可能他們的男人的對白 就是說 她送到上來 不是送到上來 我不用這個 她就拉我進去 你想想 我作為男士 我聽完你的故事 你看看我Peter的心路歷程是甚麼 我是Peter 有一條女兒叫我去她家 嘩 喝酒 嘩 好吧 去完你 第一件事甚麼都不做 你做甚麼 沖澡 沖澡 沖澡出來怎樣 嘩 突點 嘩 你沒事 然後呢 靠你 然後脫下褲子 沒事 真空 其實很難做 難聽些 我現在是女 我這樣聽完 我也覺得想得 我不是要你難受 而想說的 嘩 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已經 好準備好了 對啊 嘩 現在只是看男生 就是我定力夠不夠 我定力夠的 我就會停 難聽這句 普遍的人定力 那一刻沒有定力的時候 其實就 嘩 我覺得不需要定力 不定力 這件事 你叫我這樣做 家珍 那都可以完顏立馬 都不會很嬌 嘩 嘩 剛才十幾件事都不是嬌 他不是手搭在我肩膀上 那你可以拉開 他不是手搭在我肩膀上 我就不會 抱著他 抱著他 那為何你要抱著他 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要抱著他 因為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 他搭著你的肩膀上 就要抱著他嗎 連中也有不少人會搭人肩膀 我又不會見那些人會抱著他 你不會笑得那麼壞 因為他們有留言 連中也見不少人搭肩膀 他的搭肩膀是 肩膀真的要抱得很近 我純粹很想我的肩膀 把肩膀放在他那裡 但你說外面別人的朋友搭肩膀 不會有這種感覺 退一晚報說 他搭肩膀 我也知道 一般朋友搭肩膀 朋友搭肩膀 私生搭肩膀 情侶搭肩膀 和秋水搭肩膀 全部都不同的 我同意的 但是 我退一晚報說 他是抽水 他是有性慾的動機去搭肩膀 這一步 都要基於你前面的十幾步才能做到 因為我想反過來 不是你試探他 他搭肩膀應該是他試探你 搭著你 看合不合 誰知你 捱過來 禮手 你的頭在我這裡 我這樣搭著你 禮手 那些電影情節最流行 你按摩一下 然後就 這樣就疼 然後我還要知道你裡面是甚麼 真空 我只是沒有猜過 I mean 我是Peter 我只是沒有猜過 連你下面都是真空 那你完全給了所有的訊息 就是你想就可以 不過我只有一個條件 你是不是真的喜歡我 那一刻我哪裡到你這麼多 我又喝了酒 我那一刻又緊貨 你又這樣 你又有身材 嘩 搞不定 如果那一刻去懸崖立馬 他還有幾分理智 但他沒有懸崖立馬 其實你也不能怪他 不會的 Hanky在這個時刻 不會跟你說懸崖立馬 你都瘋了 明明你叫我這樣做 我認識一些男生很有理智 真的去到那個時刻 他都一定會知道不可以 好啦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曾經有些方言嘉賓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是君子 是 他是沒有想過的話 就算我出來見到我的特點 他都不會這麼多肢體接觸 就是一個君子 最多跟我談談 為什麼會不開心 會不會真的 OK了 你只可以證明他不是君子 但他一定不是一心理 這個局是你開的 不是他開的 不是他先用你 不是他用你跟你說 我好未來你家 這樣 是啊 我不開心我來你家 這個故事就反過來 是他開這個局 他開始的 現在是你開始的 他來你家 Anyway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現在這個口同備爭 那你現在自己是不是很不開心 你不開心是他 當然 你不開心是 他是有說謊 因為他說我對你是真心的 不過第二天就不理我了 我也不知道 因為可以有很多事情不開心 不開心就是那晚他之後他對我冷淡 也是那晚說了謊 還有就是原來 他現在還要冤枉我 我說是 我切菊 我切菊 那是有點難受的 來來姐 只可以 姐姐 姐姐告訴你 有時在感情男女的角力上 其實有時有些事情是要看得很清楚的 即你明知道這個男生是有女朋友的 你喜歡他 別人是有另一半 而別人都只是鬧過教 可能都只是耍眼花腸 何解你會鼓起勇氣 是會去邀約他去你家 我覺得這個行為太大膽了 即你跟他講 即你說他不開心 你聊他跟他聊天安懷一下他 我覺得有那個對話都OK的 我覺得都是答錯一步的 你喜歡這個人 但你明知道別人有女朋友 你邀約別人上去你家喝酒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都有點too much了 即你說本身friend都沒什麼 但你不是的 你們本身又不是friend 又沒什麼交流 似乎你的心底裏 其實不多不少都渴望 想和這個男生有進一步的發展 那你是不是想透過那晚這樣完 那我既然想到他 當然想要進一步 那你講完 還有他又跟女朋友快交 但我覺得如果 既然我跟他不熟悉他 又不喜歡我 那沒理由我約他會來的 難道不少他實際 對我有點意思才會來的 因為他寧願找他的朋友聊天 喝換酒都不會來我家 好 我告訴你 他是渣的 就這樣 好嗎 那不是怎樣 他是渣的 他真是cheap 他應該是不開心 突然間有女生yow 嘩嘩嘩 都叫識 這樣 那你就當他精蟲上路 這樣會不會開心一點 我只是覺得對方只是吵架 然後你就捉住一個point 因為你把這個point放得很大 你捉住一個point 就是如果他對你都不是有意思 他就不會認約 他認約可以有千萬個理由 就是偏偏沒有對你有意思 我這樣說可能很狠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也可能是事實 他有千萬個想來的理由 但對你有沒有意思的這個point 就可能很未 我不可以說完全沒有 但我覺得不高 事實 就是他之後的行為 都告訴你了結果 所以前面的事情 也不太大意義 去爭拗、執著 究竟誰騙誰 人就永遠為自己說話 你當然是說他騙你下一條 他又反過來你騙我下一條 但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了 有他去吧 是會很不開心的 不過沒有那麼容易去令到別人覺得你是 很容易的 最後我提醒你 你做的事 別人真的有反應 別人真的會想的 就好像別人做的事 你會有反應 你會去想 他這些行為 都對你來說是一些訊息 如果你是真心跟他發展 可能不應該是這樣做 就是透過傾向 但是我真的想跟他發展 但是他有女朋友 而這個時候好像是很難得的機會 如果我不這樣做 又好像 對的 我明白的 OK的 我退一萬步 你真的想有這個機會 你真的想爭取一個表現 或者跟他親密的機會 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代表一定成功的 那你當現在表白失敗 會不會好一點 是啊 阿米年中吃檸檬都多到 好像果圓那麼多 哈哈哈哈 有什麼所謂 看開一點 人生還有幾次吃檸檬 對 喜歡其他男生 下次不要那麼傻 好啦 好啦 多謝你的電話先 拜拜 好啦 謝謝拜拜 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剛才開場我聽不久 我已經覺得嘩 這樣 很難把握得住 我是女士 我明白 有一個貼紙 是手放在這裡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是男還是女 是男的 然後有一個貼紙 應該是男的 那些文是寫什麼 是 什麼女士 按內障 還是什麼 總之我忘記 總之我好笑 心兵拉下的東西 嘩大哥 怎麼維持 維持不了 就是 喂 剛才那十幾個行為 就相等於你叫我這樣做 現在你叫我這樣做 那還用不著維持 你是沖完糧出來的那一刻 你跟我說 你沒有穿 我沒有穿 有屁股的衣服 也好 你真空上陣 是 雖然這個是你家 但畢竟我也是一個男性 是 我覺得有時候 就算unfriend的異性 其實某程度上 都真的有些事情 都是那句 避免瓜田離下 大家均均均均均均 其實我覺得 他都是如如得水 都是想要他得到要的東西 我覺得 都沒有什麼 他想要多些 不只是想要一晚 想要我的名份 不好意思 在那個時刻 的確 Peter有沒有說過大話 有 因為他說我會負責任 男人在那個時刻 你問他什麼都好 什麼都OK 真的不好意思 什麼都不 什麼都好 男人最脆弱是那個時間 因為什麼 他們心得一個樣 快點 不要問 唉 大家又在下面留言留言 告訴我們 口下流情 不要那麼狠 可能他們看到 一開始已經流言 已經在罵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麻煩大家分享這條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要按我們的頻道 開啟鐘 就會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通知 沒錯 大家正在看的是戰七版本 其實是我們的全版本 怎樣可以看到我們 過去那麼多集的封印 就是加入成為會員 支持我們 我們也有不同類型的影片 都會放在會員專區 至少就是我們過去那麼多 幾百集的全版本 已經放在裡面 對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之後 之前我們也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跟幾百個會員一起聊天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